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下午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系列学术讲座 致敬菲多芬2020第四个讲座 第四个讲座是第三天第四个讲座 由我们音乐学系的王丹丹教授来给我们主讲 那么王丹丹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 还是我们音乐学系的系主任 那么他这个博士生导师的方向呢 就是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 对于贝多芬的研究呢 他应该是很多年了 而且在很多的大型的学术会议上 都做过非常重要的演讲和发言 那么近些年呢 他又在这个音乐修辞学方面 有非常多的关注 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那么贝多芬的这个英雄性 这是我们大家都普遍有共识的 共认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的创作 但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诠释 贝多芬的英雄性是怎样的体现 那么今天呢 应该由王丹丹教授呢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前面 有个小小的插曲 我们已经耽误了几分钟了 下面呢我们就用掌声 欢迎王丹丹教授的讲座 好 各位同学 各位在线观看的各位听众 今天我的讲座是 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性修辞 那么这个修辞呢 我也在写过几篇文章中也论述到 它并不是对于音乐局部上的 一些语言的修饰性的调整 它是从音乐最初来源上的 一个构建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这讲座呢 是从贝多芬音乐中的 一个题材运用 以及它的形式的运用 主要是这两方面 来讲贝多芬音乐中的 英雄性修辞 当然这个论题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实际上是涉足到了 贝多芬音乐创作的方方面面 所以呢 今天讲座里呢 就是我实际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那么还有一些内容呢 我们可能就很快的就过去 因为90分钟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 好 我们就开始 在19世纪初 出现了三位德国巨人 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个三位巨人就是文学上的歌德 哲学领域的康德 以及音乐上的贝多芬 对于贝多芬 我们在座的同学都是专业出身 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 贝多芬是汇集了古典主义精华 开拓浪漫主义音乐道路的一位音乐巨匠 他在音乐的形式和内涵表现方面 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 为后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他在音乐中最引人瞩目 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英雄理念 我的讲座分为四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方面 英雄的问世 欲火重生 让我们先看一看 1801年的贝多芬的肖像 十年贝多芬三十一岁 我们会发现 这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贝多芬的肖像 怒发冲冠的形象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他还很年轻 看起来呢 心情很不错 无忧无虑 是吧 并且呢 就是说 好像头发也没有一根根竖起来 没有后世的那种 就是完全是斗争型的这种 斗士的形象 那么这就是他的生命中的一个黄金时期 1801年 因为到了1802到03年 他的生命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802年 贝多芬在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斯塔特 给他的弟弟写下了一封信 坦诚他内心的痛苦 这个信我不给大家念了 主要就是说 他对于他的耳极表达了绝望 并且他还痛骂一些医生 欺骗他 因为他从1797年开始出现耳极的征兆之后 最初非常的乐观 找了各种医生 各种医生给他各种的建议 有的说啊 你要你要吃这个东西 有的说你不能吃那个东西 你要喝这个 你不能喝那个 你有空要去泡泡温泉 或者你经常到郊外去多散步 或者等等等等 给他各种建议 他全部都遵循了 但是最后他发现这是没有用的 同时呢 他对于自己不能听到周围人的一些讲话的声音 他感到很耻辱 他说我不能对人说 讲得高深些吧 叫喊吧 因为我是龙子 他对此感到非常 虚辱 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我们学音乐的同学都知道 对音乐家来说 耳朵的重要性 大大重于 势力的重要 没有耳朵 没有听力 你怎么从事音乐 这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贝多芬来到海里根斯塔特 他最初来海里根斯塔特 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 是来休养生息 来养病的 但是他后来完全绝望了 这个是他当时住过的房间 这都有了指示牌 给弟弟们的信 送出以后 三天后 他又加上了一段 狂暴的复言 情绪更为激烈 他在信中 高声疾呼 万能的主宰 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 我没有听到欢乐的 声渊的声音 已经有多久 什么时候 我再能在 自然与人类的庙堂中 感受到欢乐 永远不 不 这太残酷了 他写这段复言的时候 情绪非常的激动 因为 贝多芬是一个信奉 启蒙 主义 思想的一个音乐家 对于一个启蒙 思想者来说 欢乐 意味着一切 欢乐 是生而为人 生活在世的终极目标 欢乐 和平 自由 希望 工作的成就 爱情的幸福 这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但是 贝多芬的慢性疾病 和屡次恋爱失败 将要剥夺 他所向往的人生目标 赋言中 看似是疯狂的语句 却是贝多芬心灵深处的话语 他很激动 痛苦 绝望 也是深刻的话语 因为这是他最害怕的 他写给弟弟们的信 今天我们称为 海利根斯塔特遗嘱 还有这是当时 他所用的一些助听器 实际上这些助听器 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起来 对于耳聋 基本于事无补 像这两个角状的助听器 他就能稍微扩大一点 别人说话的音量 他放在耳朵的旁边 还有这个呢 基本上是个汤勺 是吧 也就是稍微扩大一点音量 再加上 贝多芬的恋爱 也是非常不顺利的 他所爱恋过的女性 在他的各种信件上 留下名字的各种资料中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 大致有个六七位吧 以这个 Judiet Grichardi 最为著名 因为大家都知道 贝多芬为他写下了 《月光奏鸣曲》 《月光奏鸣曲》完全是个不解 他表达的是 贝多芬在那个时代 因为和Judiet Grichardi的恋爱失败 他所陷入的一种痛苦抑郁的心情 在这种心情下写下的《月光奏鸣曲》 所以他表达的是 悲愤 抑郁 压抑的心情 那么这个《月光》这个名字呢 是后来的一个诗人 叫Race Taub 他听了这首《月光奏鸣曲》呢 这是他起的名字 他听了之后呢 他觉得让我想起了 瑞士留森湖上的《月光》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所以这个因为《月光奏鸣曲》 Judiet Grichardi 是被大家比较关注的 贝多芬的恋人之一 还有 布伦塔诺 马法尔迪 还有另外一个布伦塔诺 他们是堂姐妹 还有这个巴巴拉 Ketelwitch 贝多芬也为他写下了 钢琴奏名曲作品七 充满了热情 而且他对他的学生 车尔尼说到 我在写作品七的时候 就是满脑子想着 这个巴巴拉小姐写出来的 所以充满了热情 还有这个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猜测 它是至远方的爱人中的 布伦斯维克 那么这些女性呢 都是贝多芬 爱恋过的女性 但是没有一个人 和他携手 在生活道路上走下去 贝多芬直到将近五十岁的时候 还在信中对朋友说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拥有一位妻子 他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爱人 是非常渴望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 最后都没有实现 所以贝多芬写下遗嘱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痛苦绝望 接近了自杀的边缘 他能够留下来 艺术是他唯一留恋的东西 他在写下以下的话的时候 是我的艺术 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 我觉得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 完成之前 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他在写下这个话的时候 他事实上已经战胜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 我相信每个人人生中至少会有一次 你可能会想过要放弃生命 因为人生中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 不断地打击你 贝多芬也不例外 他的伟大正在于他战胜了这种 想要告别世界的这种预念 所以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决定要生活下去 而生活下去的代价 就是生活在苦难中 他决心忍耐下去 所以他后面又写到忍耐啊 人们这么说着 我如今也只能把他来作为我的祥导 我已经有了耐心 但愿我抵抗的决心 长久支持 直到无情的死神来割断我的生命线 从巨大的心理危机中走出 重建 努力生活的信心 这个需要极大的勇气 改变放弃生命的企图 忍受着毫无希望的痛苦 无法预见这样的痛苦将会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这个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所有精神面貌 从此以后不再抱有希望 甚至会感到恐惧 没有世俗的欢乐和幸福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仅仅是生活和工作下去 也需要成为英雄 因为他的整个人生目标基本上是无望的 想要追求幸福快乐 基本上已经绝望了 但是即便如此 贝多芬他也决定要生活下去 所以真正的英雄气概 只有在面对痛苦 绝望和死亡时才会显现 他几乎不会是欢乐的 贝多芬的英雄气概绝不是在一帆丰盛中产生的 但是贝多芬已经选择为他的艺术 伴随着痛苦生活下去 第二部分 我们说一下他音乐中的英雄的来源 从具象的到抽象 贝多芬英雄观念的形成 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融合了多方面的因素 他始终对于社会性的重大政治事件 神话和历史中的英雄人物 极其事迹 极其感兴趣 从幼年起 生活的不如意 早已磨砺了贝多芬年轻的心灵 形成他坚强独立 反叛的性格 而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现实生活中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英雄性 英雄形象就是拿破仑 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英雄 贝多芬关注社会性重大政治事件 以及古代神话历史中的英雄人物 直接投射到他音乐创作中的题材选用 比如说英雄交响曲 就和那个时代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还有他写过一部交响曲叫《威灵顿的胜利》又叫《战争交响曲》 也是直接来源于一个将军威灵顿在某场战争中的一个胜利 还有歌剧《Fidelio》拯救歌剧 来自于古希腊古罗马题材的有 普罗米修斯的声明芭蕾舞剧 《叙取雅典的废墟》和《科里奥兰》 来自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 包括叙取Egmont和斯蒂芬王 这些都是贝多芬所青睐的有关英雄的一些题材 那么他的英雄观念 他对于具有英勇事迹的英雄情有独钟 或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或者带领人民反抗侵略 或者带领国家进入新的时期 或者在逆境中坚守原则 或者是守护与拯救弱者的 这样的英雄人物通常具有领袖气质 能够进行开拓性的引领 具有反叛的冒险的牺牲的精神 不畏强暴不畏艰难 坚韧果敢雷厉风行 他们在进行斗争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结局 或者是建功立业 或者走向毁灭 从贝多芬的性格来看 贝多芬内心他也有着一个英雄 他的性格很热情 果敢性格出国 这个可能得益于他的父亲 但是贝多芬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显示出不应循守旧的特点 充满反叛精神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跟随老师学习 也经常会对老师提出的一些原则 提出挑战 所以他的一个老师海顿 非常不喜欢他 觉得这个学生是很难教 但是呢贝多芬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他唯有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 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他的特立独行 自我意识 保护了他一直往前走 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也对他内心英雄观念的形成 有巨大的影响 包括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战争 欧洲的政治格局的重塑 贝多芬成长历程中 有多种负面因素 原生家庭 贝多芬的原生家庭非常糟糕 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的观念 我觉得有点过多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过的同学都知道 西方音乐史中很多伟大作曲家的原生家庭很糟糕 贝多芬是个典型的例子 还有马勒 布拉姆斯 就是说他们的爸爸都很糟糕 是吧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定的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 原生家庭糟糕 可能还是他能够形成 自我意识的一种原发的动力 贝多芬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父亲很暴虐 是个酒鬼 母亲懦弱 但是脾气也很暴躁 前两天李老师的讲座中也讲到了 所以他的父母实际上 不可能给他太多的保护和引领 而且在贝多芬17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早逝 他的爸爸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更加酗酒烂醉如泥 以至于自己完全倒嗓 他这个歌唱家 他爸爸这个歌唱家 嗓子完全倒了 没有办法履行自己在宫廷中的歌唱的职责 而这时候贝多芬有两个幼小的弟弟 还要抚养 所以贝多芬过早的担负起家长的重任 他找到他父亲的雇主 要求自己承担父亲的歌唱的职责 领取半薪 因为他年轻只能要求领一半工资 这样他可以支持整个家庭 他父亲的雇主立刻就同意了 所以就是不到20岁的贝多芬 就负担起了家长的重任 抚养幼地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四年 当然等到他四年 把家庭安顿好 再去维也纳 想寻找莫扎特向他求学 莫扎特刚去世 1792年 但是这段经历对贝多芬来说也很重要 所以他始终是把自己放在家庭的家长的位置 这个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他对他弟弟的婚姻啊 孩子啊那些事情呢 有点过多干涉 所以中年以后呢 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家庭 所以他他把这种关注的重心呢 就放到弟弟的家庭 弟弟的儿子卡尔 最后呢和家人关系也很紧张 他也不擅长处理家庭中的这些复杂而敏感的 这些家人的关系 而且他的性格呢 最后基本上和他爸爸一样 就不自觉地完全继承下来 他爸爸当年对待他的方式 他不自觉地复制下来 去对待他的职质 再加上情感生活的挫折 耳聋的打击 还有他的经济问题 其实贝多芬是不太缺钱 他很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来争取 出版商看到他都非常害怕 而且呢他有时候会把自己一个作品 同时给几家出版商 这从道德上来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啊 但是呢他其实对自己的经济问题 管理的还相当不错 但是呢他就是后半生 非要把他的侄子卡尔 从他母亲那里抢过来 自己做他的监护人 所以呢费了很多钱去打官司 就他的弟媳妇 就是卡尔的母亲的 也不依不饶 非要把儿子再抢回去 实际上一个儿子嘛 你就让他跟随自己的母亲 成长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是吧 贝多芬呢就也是不依不饶 所以他很多钱都是花在这个上面 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这样看下来 他整个一个人生 生活中的负面的因素特别多 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但是呢 这些对于他的英雄观念的形成 都有着无形中的极大的助力 这是他的爸爸 一看就是脸红脖子粗 脾气很坏 酗酒 一看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他的妈妈 贝多芬还比较依恋妈妈 这是少年的贝多芬 大概13到14岁时的肖像 所以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形象 他是逐步走向 丰满成形 是他所经历的客观世界中的具体的形象 与他主观理念上的 无形中慢慢形成的一个英雄形象 结合在一起的 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形象 体现了生动的凡人形象 这个凡人形象呢 实际上就是贝多芬本人所经历的一切 他经历了衰败的命运 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乃至绝望 最后决定还是要抗争 所以这个英雄形象 最初可能是投射在拿破仑身上 是具象的 但是到最后 已经成为一个升华的 抽象的 融合多方面因素的一个 理想化的形象 就此贝多芬在经历了1802年的人生低谷之后 他到1803年左右 已经建立了他音乐中的英雄叙事逻辑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完全来自于他的心路历程 他经受的命运 他所遭受到的绝望情绪 企图自杀的行为 最后在精神上获得重生 所以他的英雄形象 他建立了这么一个逻辑 斗争 死亡 再生 再生不是说人的肉体再生 至少是精神上的再生 然后贝多芬对此的态度是 送扬的 他赞颂这种精神 在第三英雄交响曲中 这样一个英雄叙事逻辑 已经完满的呈现出来 第一乐章 英雄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就是英雄的斗争 第二乐章 英雄牺牲的藏礼进行曲 英雄的死亡 第三乐章 英雄精神的再生 第四乐章 人民的狂欢 对英雄精神的赞颂 所以英雄交响曲 我们很多书上都反复说 它是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就是因为贝多芬前半生 经历的所有的事情 在英雄交响曲这里 终于建立了它独有的 英雄叙事逻辑 第三英雄交响曲 这是我们教科书上 写的一些内容 但是贝多芬写完这部作品 他本来在匪页上 写的是波拿巴交响曲 他真的是要献给拿破仑 在那个时代 没有人可以对拿破仑的业绩 视而不见 不可能 贝多芬最初的确把他叫波拿巴特 交响曲 但是呢第二年 他就从他的学生 李斯那里知道 拿破仑 即将成为 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他亲手把他建立的 法兰西共和国取消了 所以贝多芬对此 非常失望 诺不可恶 对李斯喊道 他现在和普通人 也没什么不同了 现在他也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践踏一切人权 他会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 成为暴君 所以在我们的传记小说中 我们会看到说 贝多芬扯掉了交响曲的封面 把他撕成两半 扔在地上 这个当然也有点夸张 实际上呢 贝多芬也没有把这个匪页给撕掉 最后呢 他当然把标题给改了 改为献给一位英雄 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伟人而做 但是 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 他的某一个英雄交响曲的 手抄本的匪页 用铅笔写的为波纳巴而做 始终没有插去 拿破仑 自己就讲过 每个人都爱我 都恨我 每个人都拿起我 丢掉我 然后又拿起我 就不管拿破仑最后的结局如何 他就是改变那个时代的英雄 这是大家没有办法否认 即便他做了法国皇帝 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改变了整个欧洲 整个世界 贝多芬把他最初的 献给波纳巴的那个字眼啊 他一开始是 想要插去 插不彻底 他干脆用小刀把这个字眼给弯掉了 所以就留下两个洞 这个就是第三交响曲的 匪页 第三交响曲 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它的主题来源 来自于哪里 我们可以发现 在1795年 那一年贝多芬 刚到维也纳 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他凭借出色的独特的钢琴演奏 已经在维也纳立足脚跟 有很多贵族请他教授自己的孩子弹钢琴 在1795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套德国队伍 其中的第七首 用了一个欢快的舞曲 写成 这个舞曲 过了几年 出现在他的芭蕾舞剧 普罗米修斯的声明中的钟曲 第二年 又成为他钢琴英雄变奏曲的主题 又过了一年 直接成为英雄交响曲的主要主题 他背后的隐喻意义何在 在贝多芬心目中 应该说 普罗米修斯 是他心目中非常受到赞赏的英雄人物 而为什么要用一个民俗舞曲来写作这个主题呢 他也体现了他的启蒙主义思想 这是人民的狂欢 我们下面来说一说 贝多芬的芭蕾舞剧 普罗米修斯的声明 这贝多芬写的唯一的芭蕾舞剧 1800到1801年 他的剧情 和我们通常了解的普罗米修斯 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 被一头老鹰天天来着实他的心脏 和这个剧情呢 关注点是很不一样的 他的第一幕讲的是 被灼出天界的普罗米修斯 用黏土捏造出两个人偶 将窃取自天界的火焰 赋予其心脏 为人偶注入生命 但是他发现人偶愚昧无知 没有情感与思想 粗俗不堪 于是普罗米修斯把人偶带到 帕拉索斯山 请文艺之神阿波罗 以艺术启迪人偶 带给他们能够感受美的心灵 能够进行思考的智能 阿波罗呢 就请了各位文艺之神 有安菲温 有奥菲欧 梅尔博明尼 还有特帕斯库尔 潘 九神巴库斯 还有这个喜剧之神 塔利亚等等 教授他各种艺术 最后呢 人偶真正成为 具有生命的生名 这个生名两个字呢 我为什么用这个生名啊 其实对于这个芭蕾舞剧 它翻译法有很多种 看到比较多的是 普罗米修斯的造物 这个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比较反对 因为它创造的是人偶 不是造物 造物就是好像是一个物体 那么你如果说 还有一种翻译法 叫普罗米修斯的人名 那么这个人名呢 这个用词太过宽泛 生名呢 它就强调了 这个是自普罗米修斯手下 创造出来的 生儿 最后成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们用了生名这个字 这个生名也是最早是 钱人康先生翻译成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合适 那我们来看一下 贝多芬这个芭蕾舞剧中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意义 他改变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塑造的视角 将关注点 由传统意义上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与牺牲 转向了他的创造与引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我们一般讲到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当然是英雄 我们今天还是要学习普罗米修斯精神 但是普罗米修斯的英雄精神 是不是仅仅就是靠卖产而来的 是不是仅仅就是因为我受难 我牺牲所以我很伟大 贝多芬强调的关注的是 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 并且用艺术洗涤他们的心灵 他认为这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他具有创造性 有引领性 而且他所对抗的是强大的宙斯 是吧 宙斯是神的代表 而普罗米修斯 依然站在人类的这一边 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就说过 普罗米修斯是人战胜神的象征 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象征 这个也完全和启蒙主义思想的观念 是契合 为人类带来福祉的神明 创造了生命 并且以高雅的艺术 教化蒙昧的人偶 启迪他们的智慧 为此普罗米修斯 付出了十三世代 在高加索山上 受到痛苦折磨的代价 他并不是没有遇见到 自己受难的经历 因为他的母亲 普罗米修斯的母亲 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 他早就告诉儿子 你的命运将是怎样 你就在高加索山上 十三世代将要受难 十三世代之后 有一个大帝是叫 赫拉克里斯 就会来解救你 普罗米修斯在一切都知道的情况下 还是毅然承受了这个命运 所以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 我觉得他从最初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在最终他不得不放弃 拿破仑的这个具象英雄的形象之后 他更多的是转向了是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体现了什么 人性精神的觉醒 强烈的自我意识 具有创造性 有着引领的精神 这个是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 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舞曲 在整个欧洲艺术音乐的发展历史中 舞曲一直代表着就是世俗的力量 所以在早期的主流音乐就是教堂音乐时期 一直是被歧视和压制的 教堂中不能演奏舞曲 从中世纪差不多到巴洛克音乐还是如此 文艺复兴以后 舞曲成功进入艺术音乐领域 主要就是因为舞曲是最早的 富有逻辑性的纯契乐音乐 那么在贝多芬的音乐中 舞曲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我们仔细去梳理的话 大家会发现贝多芬音乐中 有大量以舞曲音乐素材写成的 伟大的作品 所以舞曲在它这里的象征意义 就是说它指向的是人民 指向的是启蒙主义思想所倡导的 民主的思想 在法国大革命中 人民的力量战胜了皇权和贵族 代表了民主思想的彻底胜利 舞曲不仅代表了当时接地气的阶层人民 也是表达欢腾喜悦情绪的一种手段 我们稍微听一下普罗米修斯的声明 最后那个终曲主题 在这些程度里面的声明 也在这些时代表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这些时代表的歌连 彩曲不仅代表了 如果是在这种手段 我们在这种手段 我们在这种手段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听的是普罗米修斯的中曲主题 经过后面两年的不断的思考变形 最终出现在英雄变奏曲和英雄交响曲中的双主题 我们叫英雄双主题 它有一个低音主题和一个高音主题构成 低音主题是普罗米修斯最初的造物人偶的形象 因为它还没有受到艺术的启蒙 所以是非常浊浦混沌的形象 听起来有点木偶般的那种僵直和矮板 然后高音主题就非常热情洋溢 充满活力 优雅舒展 欢欣鼓舞 象征被艺术教化之后 有高度美感 身心均衡的真正的人物 我们下面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就是钢琴的英雄变奏曲中的低音主题和高音主题 它是采用变奏曲的方式写作 我们先听一下低音主题和它的三个变奏 然后再听一下高音主题吉他的一个变奏 好吧 前后大概不到五分钟 英雄变奏曲低音主题 英雄变奏曲低音主题 命运动机已经出现了 第一变奏 第一变奏 要面试成效果 2021年目前提升 阳监 代表 水 前后 áis 第二变奏 变奏是一个比一个活跃 它就象征了这个人偶越来越有生命力 第三变奏 第三变奏已经非常去获得了 后面将要出现的就是高音主题 大家听到高音主题 表达的是身心均衡的一个全形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音主题第一变奏 谷曲是很容易像斜血去转变的 它带有斜血的味道了 下面一个辫子我们听完就结束了 是斜血加进行 它带点阿拉伯风格曲的阴性特征 好了就听到这里吧 好吧这个作品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这个作品的呈现呢 实际上基本上已经英雄交响曲的方方面面 都已经成形了 所以在此基础上 在此基础上 贝多芬最终形成了英雄交响曲的主题 我们看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低音主题 是吧 这我们刚才听到的低音主题 然后呢 高音主题 是在低音主题 是在低音主题作为低音的基础上方 和它形成对位 这是高音主题 好然后呢 就是这些基本的骨干音 重新组合 最终形成了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逐步主题 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 我们很熟悉啊 它是一个号角召唤性的主题 但是呢 它因为用了三四拍 舞蹈性的这个意味是非常强烈的 有一次开会 我还记得有老师提出过 英雄交响曲 为什么要用三四拍 贝多芬是想用舞曲的节奏来写吗 那么实际上我们想要回答他就是的 贝多芬的确是要用民俗舞曲 指向人民的这种深刻的意味 来写作英雄交响曲 英雄是从人民中而来 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 这我们稍微听一点头 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们不多展开 号角召唤性 歌曲资学院会议 主义 在这种互筒 中心语 下山 名字 迪站 声 这就不听了 第二乐章英雄的葬礼 大家也是熟悉的 这个我们也不给大家听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并不是孤立的 并不是只有第三英雄交响曲中 含有英雄性的叙事和修辞 贝多芬的每一部交响曲 都是围绕英雄在进行叙事和修辞 第一交响曲是英雄气质的萌发 第二交响曲英雄初步长成 第三交响曲血雨腥风中的英雄 第四交响曲英雄的抒情侧面 第五交响曲不屈抗争命运的英雄 第六交响曲大自然中的英雄 第七交响曲幽默调侃的英雄 第八交响曲英雄的世俗快乐 第九交响曲英雄的欢乐宋歌 他的整个九部交响曲是一个巨大的英雄的叙事长诗 还有他唯一的歌剧菲德里尔 表面上来说呢 他讲的是一个妻子改扮男装去拯救冤屈入狱丈夫的这么一个故事 好像显示的是夫妻间的忠诚与爱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夫妻之爱 表面上只是讲这么一个故事 当然他有深刻的政治象征的意义 表达了当时现实的呼声 就是暴君对于正直之事的非法监禁和迫害 这个和当时的整个一个法国大革命的 现实中的一些事件也是联系的 那么贝多芬写菲德里尔 他也指向了莫扎特的歌剧题材 莫扎特当然是非常伟大的 但是贝多芬仍然对他歌剧中的一些题材提出一意 他说堂皇究其本质属于意大利的歌剧风尚 然而艺术是神圣的 永远不能服务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世界 他对于堂皇的题材选择不太认同 他又说到我无法闯作 像堂皇费嘎罗那样的歌剧 我对他们均表示厌恶 我永远也不会选择那样的题材 他们对我而言过于轻浮 歌剧中的情节 这些人物和表现主旨都有强烈的政治性质 所以这部歌剧在当年写完之后 几次没有通过政审 认为他影射政府 具有讽刺性的是 1945年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 却是完全支持贝多芬的斐德里奥 在歌剧院上演 文学家托马斯曼就提出来了 这实在是极端的荒谬和愚蠢 希特勒政府竟然允许大家听斐德里奥 他难道不知道的斐德里奥 就是在讽刺政府 在讽刺他们 所以歌剧显示出 贝多芬对于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 尤其是人在身处逆境时的信念和行动 贝多芬认为 即便你身处逆境 如果你屈服了 你也就算不上是英雄 这是他的观念 所以他始终是一个不屈服的形象 而且歌剧中的主角女英雄莱奥诺拉 不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倡导的 妇女解放的形象象征 并且非常令人震惊地颠覆了 传统对于妇女的社会性别定位 传统上社会性别定位 就是把女性视为被动和软弱的角色 然后他的对立面是积极进取 并且取得成功的男性角色 这是贝多芬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放到我们今天社会 社会的性别定位仍然是这样子的 女性是软弱的 是被动的 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男性获得成功的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贝多芬你们看他写的是什么 他是用女英雄莱奥诺拉去拯救他的丈夫 一个软弱的妻子成功地拯救了他受冤屈的丈夫 整个把两个角色是完全颠倒的 他当然有他历史真实的反应 但也是道德理想主义的 两者相结合的成果 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女英雄形象 大胆地对于传统社会历史语境进行反复 所以像莱奥诺拉或者普罗密修斯 这个都是贝多芬心目中的伟大的英雄 第三部分 英雄的修辞 我们是从宏大叙事 主要是从形式方面来做阐释 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删除了很多内容 所以我们只能大致讲个框架 而且音频视频也不一定有时间听 首先请大家看一幅 贝多芬1804年的一个肖像 它有很多的象征意义 比如说他左手拿着象征阿波罗的一个里拉琴 然后呢 画面的背后呢 有一个阿波罗神庙 阿波罗是代表的是文艺之神 另一侧呢是森林 就是启蒙思想者喜欢的大自然的象征 这个就是说 这是贝多芬非常认可的一幅肖像 就是说他所喜好的 还有代表音乐 代表文艺的 代表启蒙思想的一些内容 画上呢 都有所表现 贝多芬 宏大壮丽的音乐形式 也是他音乐中英雄性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以非常大胆的革新姿态 重新评释古典交响音乐的音乐与会和表现内涵 他大刀阔斧地拓展了奏鸣曲式 重塑了多种音乐体裁 造就了声乐和器乐音乐发展的一个巅峰 首先讲一讲器乐逻辑 贝多芬为代表的 对奏鸣曲式引领的古典器乐音乐体裁 他确立了主题及其有效推进的基本原则 当然这个原则呢 在他之前已经形成 在海顿莫扎特手中已经形成 但是贝多芬在定量的时间持续的过程中 他运用了极其丰富的手段 有预示 呈现 推进 然后插入新主题 推向高潮 然后再形成回忆 一系列丰富的手段 在听觉和心理上 形成了复杂的强烈的戏剧性效应 并且他尤其擅长在器乐音乐中运用 比如说建立悬念 插入突变性的主题 回忆往事等手段 这些手段呢都能有效地把音乐发展的进程给继续地拉宽 有效地对抗音乐进行的暂时性体验 延展音乐的叙事进程 这是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面 我们都觉得他作品会写得很长 但是他要有具体的手段 这里我不多展开 当然他晚期 晚期呢他有所变化 有所回归 或者也不一定是回归 他晚期的作品结构呢 有些散文性特征了 减弱了对比 戏剧性的内容 缩短了很多 增强了浓缩与静止的趋势 所以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和盛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统一构思问题 贝多芬完全改变了古典奏鸣曲式套曲 以速度对比作为套曲音乐构建的原则 在他之前的两位伟大的前辈海顿莫扎特 基本上还都是以速度对比作为一个套曲的构建的原则 贝多芬呢则倾向于增强乐章之间的循环关系 通过加强作品整体独立性构建来削弱各乐章之间的对比 他对于大型作名曲式套曲的构建是统一的 他用一个连贯的叙事逻辑 引领整个乐曲 这个叙事逻辑呢 就是用一个主要主题或者主要动机 在套曲各个乐章间贯穿实用 凸显了他的叙事连接和隐喻象征的修辞功能 在此基础上他在音乐形态上形成了多乐章不间断贯联的作法 这个很大胆在他之前也是基本上没有人系统的做过 贝多芬的多乐章不间断贯联的结构 使得他的套曲音乐作品真正成为整体性的作品 多乐章贯联作品造就了贝多芬音乐的宏大的规模 下面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钢琴奏名曲方面 他的早期作品作品27-1 注意是27-1不是27-2 27-2就是月光奏名曲 大家很熟悉 27-1作曲家也写上了四幻想曲的 但是呢 长久以来大家都不是很理解 如果你说月光是四幻想曲 他整个一个作品27的两首乐曲都写上了四幻想曲 大家对月光是能够理解的 他一上来那个 那就是幻想曲四的音形 但是作品27-1呢如何体现幻想曲 这个呢我今年写的篇文章是发表在钢琴艺术上就讲这个问题 我认为它是一个贯联结构的单乐章幻想曲的作品 就是说它在结构上是幻想曲 因为它完全就是四个部分 ABCD 当然这四个部分呢又常年被误读 认为四个乐章啊 因为它正好四块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 如果你把它作为传统的四乐章完全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它第一乐章是Andante开始的 慢的 第二乐章的Allegro Morto而且是很快的快版 第三乐章应该是斜血了是吧 它又来了Adagio 第四乐章快的就说它完全是慢快慢快 完全是倒过来的 更重要的是它每一个段落之间都没有终止 而是写上了不间断往下演奏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常年被大家忽略 所以整个一个作品 我觉得它根本没有四乐章 它就只有一个乐章 它从头到尾是惯联的 是一个幻想曲结构的作品 然后呢与此相仿 晚期作品109也是贯联结构的奏鸣曲 虽然它仍然是也快慢快 好像是三乐章的形式 但是不是三乐章是快慢快三部分 它也是单乐章形式 它的每一个部分后面都是两根细的纵线 然后写上不间断 作曲家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已经把它标识出来 弦乐四重奏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作品131 这个作品呢包括七个乐章 七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本身已经很庞大了 但是作曲家又明确写上它是不间断的 它的演奏是不间断的 好也就是说在长达将近50分钟的时间内 这个七个部分是连续演奏的 这是非常罕见的十内乐连贯作品的汉利 声乐作品 贝多芬在1816年创作的声乐套曲 《至远方的爱人》 包含六首歌曲 但是这六首歌曲也是连续演唱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并且呢后五首歌曲的旋律 全部来自于第一首歌曲的音速 第一首歌曲的末尾诗节 还有整个套曲的末尾呢 用了同一段歌词 并且呢两者是有所呼应的 再看调性 调性结构 它的六首乐曲的调性关系 大家看一下 完全是循环的 当然也带有对称的性质 是吧 所以呢这部作品也是一个 贯联性的整体性作品 还有它最庞大的声乐作品 迪大调《庄严Misa》 作曲加在题词上面 就显示了它的循环性 从心灵中来 但愿再次毁到心灵 这个就是文字上就是惯联性的 然后呢它的五个经 慈悲经 荣耀经 性经 圣灾经 高阳经 五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是将经文内容 不间断地连坠而成 我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贝多芬之前呢 通常认为就是近代最伟大的 弥撒曲作品 巴赫的《笔小条弥撒》 巴赫《笔小条弥撒》呢是 一句经文写一个曲子 比如说《慈悲经》三句经文嘛 他一句写一个乐曲 但是贝多芬呢 他就是把《慈悲经》的这三个 连在一起写成一套 再比如说《信经》 它里面实际上是有个 将近十句歌词的乐句 作曲家也把它连坠在一起写作品 他不是像巴赫这样 一句写一个乐曲 所以他最终这个 《笔大雕庄严弥撒》 形成的是分布连套的结构 因为后面结构 本来我做的结构 占了五六页 这里就不放了 好 还有 贝多芬的结构拓展问题 贝多芬的交响音乐 规模非常之大 作品的总长 很长 各乐章很大 奏鸣曲是各部分 都有所扩展 我们可以把它和海顿和莫扎特的 作品相比较 好 比如说海顿的晚期104交响曲 800多小节 总长是25分钟 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就有将近20分钟 总长是50分钟 扩了基本上一倍 他的第九交响曲更加惊人 达到2600多小节 70分钟 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个巨无霸失的作品 规模很大 那么我们如果要举一些例子呢 一些就是说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乐章的例子 英雄第一乐章 他的总长是691小节 我把它凑个整奥算他700小节 700小节已经很惊人 超过了海顿当年一整部交响曲的总长 而他只写了一个乐章 所以我们大家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英雄交响曲首演的那个时候震惊了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音乐界才发现 这个作品是如此之规模庞大 非常宏大 他的城市部展开部在线部 连结尾都写了150小节 惊人的结构 他的结尾和城市部的规模是相当的 这在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你写到在线部也就可以了 结尾还要写那么长 第九交响曲的末月章 几乎达到1000小节 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的末月章呢 虽然看起来只有177小节 因为他用的是96节拍 大家想想啊 96节拍 16分音符为一拍 一小节有9拍 所以一小节被拉得很长 所以他177小节也长达16分钟 也已经很惊人 规模非常大 还有体材重塑问题 体材重塑 贝多芬对于音乐体材的重塑问题呢 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 我一直想花时间来写 就他有对音乐体材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 虽然体材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固化的 就传统意识很强烈的一个音乐形式 因为他有着很强烈的约定俗成的一些话语 但是贝多芬呢 很勇敢地向音乐体材的历史传统和约定俗成提出挑战 在这里我就很快地讲三个 就一个是对于小布舞曲 第二是辩奏曲第三是颂歌 小布舞曲 贝多芬成功地把它转变为斜血曲 并且赋予了斜血曲全新的意义 他几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作品中都用了斜血曲 他的交响曲基本上每一个都有 用了斜血曲 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用民俗舞曲取代宫廷话舞曲 这是登上历史舞台第三等级的艺术需求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而且贝多芬的斜血曲 已经不是很简单的滑稽幽默 嬉闹这些情绪 他加进了强烈的戏剧性表现 而且里面有带有英雄性的 舞蹈性的田园性和颂赞性的特质 变奏曲方面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 他确立了对十九世纪变奏曲 产生重大影响的性格变奏的手法 性格变奏在贝多芬手中 完全确立下来 成为一种 就是说完全是引领浪漫主义 变奏曲形式的一种新的方式 他还创造性的改变了双主题变奏曲中 双主题的特点 这个我们刚才听那个英雄变奏曲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他的两个双主题 不是完全对比的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好 颂歌 颂歌在西方是很古老的音乐形式 但是以往的颂歌呢 更多的是赞颂神 赞颂上帝 特征 庄严雄伟 宽广壮丽 热情洋溢 细时磅礴 贝多芬的颂歌 通常速度比较偏慢 以沉浸抒情的音调起始 带有合唱性的特点 比如说他的第五交响曲 钢琴奏名曲作品二十六 和最后一首钢琴奏名曲 贝多芬的颂歌音调 带有敬思 虔诚和喜悦的特征 但是他赞颂的对象 绝不是众神 上帝 帝王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对象 他的颂歌 所表达的内涵 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 更与他内心坚定的启蒙主义 精神 密切联系 贝多芬的颂歌 歌颂的是英雄 歌颂自由 歌颂欢乐 歌颂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 比如说他的第三交响曲 英雄葬礼的中部 这是歌颂英雄 Fidelio中的一个囚徒合唱 是歌颂自由 欢乐颂 是歌颂欢乐 最后一首钢琴奏名曲 第二乐章的辩奏六 歌颂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 最后一个部分 英雄永生 与话与赞颂 这是涉及到英雄的结局 我们今天如果要讲到英雄性修辞 大家实际上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古希腊悲剧 因为古希腊悲剧就是围绕英雄 在进行叙事 但是和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不同 贝多芬完全重塑了英雄的结局 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 面对被预设的命运 坚强不屈的进行抗争 但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 这完全是悲剧性的 所以它是叫悲剧 古希腊悲剧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英雄观念 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逃避掉被预设的命运 这听起来有点悲观 当然古希腊那个时候 因为它科学观念也基本上是没有的 而且古希腊悲剧就是在人类早期探索 人和世界的关系 从那个角度上来说 它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不容易 但是贝多芬 他的英雄的结局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所表达的是 英雄面对强悍的敌人或衰败的命运 毫不畏惧 勇敢进行挑战 纵然肉体牺牲 但是精神长存永生 发自内心的进行赞颂 这是他所表达的英雄的结局 我们后面要请大家听这个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 因为它只有两个乐章 第一乐章斗争 第二乐章玉化 他的其他的交响曲呢 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么一个观念 在构建和修辞 基本上他英雄的 他的音乐中的英雄的结局 或者就是赞颂这种精神 这是以我们他者的角度 赞颂这种精神 那么英雄自身的结局是什么呢 通常是飞向至善至美的彼岸 是他内心中的一个理想的世界 我们请大家稍微欣赏一点 他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 作品111 两个乐章 是对英雄的一生进行回复 最后宣告英雄的结局是 飞声语化 第一乐章表现的是 英雄在人世间 然后第一乐章 他把这个就是描绘成 人世间就像个地狱一样 然后其中有恶魔 恶运 英雄在其中挣扎搏斗 这是英雄的苦难城市 第二乐章呢 仿若天堂 宁静的 崇高的 英雄超凡脱俗 飞向极乐的彼岸 一个是C小调 一个是C大调 调性也完全是对比的 他的第一乐章一上来 有一个减七下行 当当就是悲剧性 减七度的下行 后面大量的负点节奏 同音反复形成的终身 有点像 可能是象征地狱中的丧终 然后呢 低音区有着持续的长颤音 代表的是地狱 主部主题就是英雄主题 但是这个英雄呢 就是在地狱般的人世间抗争 一会儿跌下深渊 一会儿攀上高峰 大家可以听到 攀上高峰就是跑到非常高的阴区 跌下地狱就是又跌到很低的阴区 然后呢 整个主部主题 基本上是垄断了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中只有六小节的腹部 腹部呢 是一束柔和而短暂的阳光 照亮黑暗暴月的天空 调性呢 是降A大调 降A大调我们知道是田原性的调性 好 我们请大家听个三四分钟 好吧 精华就听到腹部结束 基本上所有的主题都已经出现过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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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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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